目前S3的红夫人胜率80.7 几好笑 没记错啊 反正80肯定没错的 调九前锋机械加球图 这阵容红夫人怎么打呀 这阵容红夫人抓人慢一点点 外面七台机在那边跳动 一个镜子包过来 讲道理要真不是绝活红夫人 一刀有吗 有电 囚徒有电 这个电不想交 感觉交了可能也走不了 第一刀起的很不错 这边的话带的是一个闪 没有调九师的支援 没有前锋的保护 囚徒没有飞轮 再一个镜子 贴边过来 没有操作空间 这个镜子包的很舒服 那还行呢 还行呢 但是这一套阵容 说实话真的 我觉得红夫人想要赢是非常困难的 他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压住机子才行 压不住机子 这个局就没有说法 这边看前锋救人吧 前锋没有什么想法 调九师没什么动作 机械是来救吗 武神来救 武神不能双弹带个搏命吧 那前锋得拉球了 要不然过半 这边红夫人躲 拉球赶路 打一刀 还行卡半救下来 这边砸板砸不到 红夫人手里有镜子 赶紧过去 先把武神摸起来 一刀打中 管应该还是管囚徒 所以呢 求生者到现在 注意 这个局看上去 求者是不是天崩地裂 但是我想说的一句就是 这个局以求生者的配置 就他们的这个 对于游戏的理解和操作 能打回来 到三人开门战 这个是我的判断 因为调九师这边是有酒的 调九师这边是有酒的 这口酒其实可以给上前锋 这边抬进 打得到吗 我 要这 求徒有电 先打调九 先打调九 谁先出去 我先打谁 好 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金地压师 等于说打了一个四%出来 求生者并没有放弃 虽然说呢 我也觉得这局应该是歇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放弃 我们作为观众 一开密码机 又来 还想打落地刀 机械子 机械师要救人 这边卡着落地刀可以卡过半 肥胖牛 这个血线差不多 甚至还有闪现 这个人都救不了 哎呦 这把猴缝砍了多少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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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